敬离了美和善 善家真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宝王喀玛巴 图灯阿吉上师 敬离禅成三宝 敬离姚子金母大天尊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教授 教授 教 唐主 同门 大家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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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 呃 今天可能是端午节 端午节是天地交太日 天地交太日 所以磁场比较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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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淡水 游泳 游泳 我对于这个游泳 我自己很有把握 所以不会像屈原一样 下去以后 它就不再起来 那我们以前 以前我们每一次包粽子 是希望 这个粽子呢 丢到河里去 那 希望那些鱼啊 吃粽子 不吃七言 包粽子的意义是这样子的 啊 那个 那个 七言啊 本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啊 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他不懂得弯曲 不懂得弯曲 就是因为不懂得弯曲呢 所以他 就是在朝廷里面呢 这个受到了一些委屈以后 那么 被 被扁 那扁了以后呢 他就是 有点想不开 那写诗 他写的诗是 天问 问天 就问天的意思 问天 无语啊 问昌天 天问问天 那这个 这个意思 这个又就是讲说 这个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就问老天 按照七言啊 他如果是 他是一个正气秉燃的人 但是呢 一个正气秉燃的人 不一定容许在社会之中 不一定会被容许在社会里面 当时呢 也有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哲学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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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他们讲说是 于父 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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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懂得哲学的 所以看到七言以后呢 这个 这个他给七言建议 这个 他是这样子讲的 那这个河的水啊 如果安静啊 你就可以拿来洗点了 这个水啊 这个水啊 如果污浊啊 你就可以拿来洗脚 那意思就是讲说 你不要太这个正直 也不是说叫他不要正直啊 叫他随属 随言 佛教里面有讲一句话 就是随言 随言 随属 随言 随属啊 是一种方便 是一种方便 那么随言啊 就比较顺着自然 顺着自然 无论走 我们每一个人走到哪一个境界 都要随言 都要随属 不能够太刚强 因为太刚强了 就容易折断 你柔软的身段 你比较适合于生存 今天呢 我们邪佛的人 当然也有所谓的邪佛的指导 想要邪佛的指导呢 但事实上 按照佛所说的 如果 以正法来讲 是没有法可以讲的 那什么是可以讲的呢 就是说 你必须要随属 方便而说 你以方便而说啊 能够显出正法 正法是不可说的 但是你方便而说啊 反而能够显出他的正法出来 这个屈原本身 真是守 他就是正直 不懂的方便 那个姨父啊 他懂 姨父他说 这个水如果干净啊 你就拿来洗点 这个水啊 河水啊 如果污浊啊 你就拿来洗甲 这个意思就是叫你说 你要随言啊 不一定要啊 这个跳河啊 不一定要跳河 已经欠告他了 但是连还是听不懂 啊 听不懂这个 随言 随俗 因为他可能没有学佛吧 哈哈哈哈 那他可能没有学佛 所以他就这样子 那冬五节我们纪念他 就是因为他正直 啊 师尊是看过 我是看过七月 我是见过七月 在我书里面有记载啊 那里的人啊 每一个都是很正直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受委屈的 这天底下有哪一个人不受委屈呢 那师尊也是受委屈的 也有很多的委屈的事情 那师尊能够活下来也是不简单啊 如果是 如果是 是一受委屈就去跳河啊 像跳这个澎湖大桥啊 或者跳楼啊 跳这个台北101啊 或者是 台湾这样不行 现在流行这个烧炭 台湾流行烧炭是 也是不太好 总之啊 你如果是说有佛不下去 师尊也有佛不下去的感觉啊 山啊 山不转 你碰壁了 山不转 你碰壁了 山不转 师尊转 师尊转 哪里待不下去的 你跑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山不转 人转啊 对不对 总之你要转出来啊 再怎么样子你也要转啊 你这里待不下去了 你可以去那个 梅南墙啊 可以去印度尼西亚 可以去欧队里 可以去欧队里 可以去新加坡 可以去马来西亚 这里的饭吃不成啊 你可以到那边去 马来西亚 你这里的饭吃不成啊 到日本去那个 那里都有饭吃嘛 你怕什么呢 所以有些时候啊 你转就好 你不能转的时候啊 你脑筋就锈躲 锈躲的时候是 一直往里面转 那就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啊 这个 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们要懂得转 像什么是正法 正法就是把你的 贪承之宜慢转 把这个 你的所有的所 一切的习性种子 把它转掉 把它断掉 你有贪也可以成佛啊 有承啊 你就可以变金刚啊 变金刚神啊 变金刚神 有承之 你就可以成为菩萨啊 这就是转啊 所以人生的事情啊 一定要转啊 那师尊今天啊 是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这样子转 不一定要 要执着买 执着哪一个点 不用 那我们这个 要生清静 口清静 意念清静 把它修成清静 那全部都是靠转的功夫 所以五毒啊 密教里面有讲 五毒啊 变转为 变成五字 由五毒转成五字 本来是不好的习性 你可以把它转成一种智慧 这个就是正法 这个就是正法 因为我们人本身来讲起来 人本身的习性 都有五毒的习性在里面 贪 诚 知 疑 慢 这五毒可以转成五种智慧 佛的五种智慧 这个一转就变成正 端午节就是因为七言啊 不懂得转 其实七言一定要做官嘛 他为什么要做官呢 他可以轻卖这个卖力豆腐 他卖力豆汤也很好啊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做官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辞政堂 他们端给我一碗力豆汤喝 我到现在还记得 好 有没有 我现在听到力豆汤就流口水了 他端一端力豆汤 师征最喜欢吃力豆汤 他就端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年轻的时候啊 我吃力豆汤 为什么吃力豆汤 因为要灭佛 要灭佛 我年轻的时候佛气大 欲望比较强 你吃力豆汤啊 力色的 就是降温的 洗佛 让他清点 所以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 天天吃力豆汤 现在这个年纪啊 都吃红豆汤 红豆汤是干什么呢 这个火都快没有的时候 你就要生火了 要生火了 这个是互相调节啊 调节 所以你年纪大了 你再吃第一豆汤 你就变成下宵啊 下宵我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啊 你这个年纪 你天天还吃力豆汤啊 总之啊 你会跑厕所 跑得很勤的啦 半夜都要跑起来好几次 几次红豆汤 他就 红豆 红豆 红豆就是一个 有没有变成 有没有变成 这个吃力太紧了 哈哈哈哈 这个红豆 他这个 九宫补 这个时候 这个年纪 就应该要吃这个红豆 再把它生火 这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 像连吉上司啊 他就是喜欢吃那个 这个 他讲了 他自己讲了 他说将来成佛以后 他就是叫 激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他喜欢吃激佛 哈哈哈哈 激佛是什么 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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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佛啊 都是增加佛的 他又是连吉啊 连吉 你知道连吉 以前也有一个成佛的 叫激功佛佛啊 激佛 他说他成佛以后叫做激佛 还有他天天吃激佛 哈哈哈哈 都是相应的 他也带我去吃了 哈哈哈哈 我以前不知道吃那个东西 你还吃了 觉得是 好 不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那个图中达底上师曾经讲过 说那个东西啊 是可以增加明点 嗯 你 那个 联佛可以跟那个联汉上师讲 哈哈哈哈 不知一点 啊 因为他的火气好像也是弱下来 啊 他的火气是在嘴啊 啊 火气是在嘴啊 啊 这个啊 但是身 但是身体很冷啊 身体很凉 身体很凉 吃那个可以热 可以热 这个都有互补的关系啊 互补的关系 连食物都是一样的 食物你怎么吃 我们现在的人讲啊 这个要少油 啊 少盐 这个少糖 不要味精 这个都是健康的意思 为什么少盐 因为盐多了 他是会伤害肾脏 伤害肾脏 糖多了 会伤害胰脏跟骨骼 油多了 会心肌梗塞 或者是脑中风的 啊 高血压的人也不能够吃盐 也不能吃那个 收顶 收顶 修梗 油 这个自己本身都要注意 这个健康的意思 什么事情是最好呢 一句话 刚刚好 广东话 每一次去香港 他们就叫我啊 小豆子 小豆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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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豆子是不可以的 现在也就是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 要注意营养的色情 你不能让血压太高 血压 不能血压高 也不能血压低 那么也不能血糖高 也不能血糖低 那你的身体啊 这个水跟火 要调得非常均匀 不能火太大 也不能水太大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所以一切事情 恰好 每一件事情都恰好 就是很好 这个是一种健康啊 其实我们今天学佛 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每天啊 很认真地在修痰法 从早上起床 就开始修痰法 一直修到晚上 我也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太超过了 易速而不达 你倒不如 安静的时候 应该修法的时机 你静下心来 好好的修一坛法 比你一整天的修法多好 所以修法 有时候啊 你一天 一坛 两坛 三坛 四坛 就可以 就可以 你不要说 哦 我一定要拼几坛 要拼一千坛 一万坛 这样子的修啊 易速而不达 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没错 啊 我们讲这个数字啊 啊 数字啊 啊 是不能够欺骗人的 你说 好像这个工作 要十个人来做 那一天可以完成 你派一百个人来做 你就能够一个小时能够完成吗 那倒是不一定的 因为好像有一个历史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我们一天啊 啊 吃三餐 好像固定啊 固定一天吃三餐 那么我这个一个礼拜啊 通通都不止 啊 这个礼拜啊 从星期二到星 礼拜天通通都不止 我星期一 把它吃成 三七二十一 二十一餐 我一天就把它吃二十一餐 然后以下通通都不吃 你说这样可以吗 啊 不可以的 啊 我这个比喻就是讲说 我们在修法也一样 一天 你修三坛 你不能一天 修这个 二十一坛 一天修二十一坛 你以后就通通都不修 这样是不可以的 就跟我们人吃饭一样 一定要保持那一个时间 跟那个练 修法也是一样 修法也是一样 有一个 有一个练剑的啊 有一个比赛这个 以前那个日本光崩武藏啊 光崩武藏那个练剑 有人要写剑法 那个光崩武藏跟他讲 这个三年 三年 你要练剑要至少要三年 那一个人很急啊 他说 我是不是可以晚上不睡 白天不睡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练 是不是可以半年可以练成 光崩武藏跟他讲 你如果这样子啊 一辈子都练不成 所以今天我们修密法 一样的一个道理 定时 定量 渐渐的增长 这个是重要的 你修法 密教修法 一定要不能急 不能急躁 师尊这样磨磨磨磨磨四十年 终于有一点成果 来得正 mod 这是靠磨炼的 所以你说 哦 我这个已经归异师尊 我很认真的修行 我每天非常的经济 为什么我两年呢 都还没有相运 不能这样子讲 我单单一个 我单单一个这个 着佛法 我就练了五年 单单一个五肉法 我也练了好几年 再加上 这个明点法 至少也有磨了二十年 那相应是 机缘凑巧 是刚好 碰到这一尊姚子精 碰到姚子精 他就给你相应 这个也是 但是我问姚子精 我怎么相应得那么快 是不是太迅速 他跟我讲 你以为太迅速 很多年前你就修了这个法 修了好几年 不是啦 前世 他讲前世 前世你已经修了好几世 你这一次碰巧 这个相应而已 是刚好相应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修了五百世 释迦牟尼佛修了五百世 他的这个本身经里面就很记载 很多世 他有五百世当菩萨 在最后生菩萨的时候 降生人间 那在哪一世 他成佛 所以我们修行正法 那要记得 今天到辞政堂来 就是要 慈悲喜舍事无量 正法永传 我们普世方 那慈悲众生 你要好好的修六度 修事无量性 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 你修习正法 像我们征活密法 好好的修习 好好的练到身口意清净 好好的成就 这个是辞政堂 这个辞政两个字的最重要的意义 还有什么话要讲 包粽子 我请你明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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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粽子 我请大家喝 哦 要联考要酌啊 这个 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 大家今天包粽子 吃粽子 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会种乐透 包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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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他现在很紧张 他说不是为了钱 还有就是说考试包粽 考试也是包粽 还有我们修行也是包粽 包粽 包粽 祝福大家 今天每一样事情 全部都是包粽的 我先第一个包粽 我先第一个包粽 有 有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